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化妆也要天天卸妆 有这样一种貌似有道理的说法 经过一整天的灰尘 阳光 防晒霜等刺激 毛孔会堆积很多脏东西 无论化不化妆 都要卸妆才能彻底清洁 快助手 没化妆就不用卸妆 普通的洗面奶就可以有效清洁 这些脏东西 很多卸妆产品都要配合着化妆棉使用 在卸妆过程中要反复摩擦皮肤 反而可能破坏角质层 损伤皮肤屏障 你的脸不是操木板 没事不要摩擦摩擦 图片来源 GIPHY.COM572 冷热水交替 能锁毛孔 还有这样一种貌似有道理的说法 热水能扩张毛孔 冷水能收缩毛孔 用冷热水交替洗脸 能洗得更干净 并且缩小毛孔 快住手 冷热水交替确实能让皮肤暂时看起来更紧致 但受水温影响更大的 是脸上的血管 如果因为想要去污收毛孔 用过热过冷的水洗脸 反而会过度刺激血管 对皮肤不利 特别是对于敏感性皮肤的人 冷热刺激很可能会加重皮肤的敏感 图片来源 123RF.COM.CN正版图片酷物曲3 洗脸水加醋能美白嫩敷 又有这样一种貌似有道理的说法 酸能促进皮肤细胞的新生 用加了醋的水洗脸 有美白 曲斑的效果 快住手 有些人用白醋洗脸后 确实感觉皮肤变白 变光滑了 这是因为醋酸有软化 去除部分角质的效果 但是 长期用加了醋的水洗脸 很可能会破坏皮肤屏障功能 皮肤越来越敏感 出现臊痒 刺痛 红血丝 掉皮 除了醋之外 牛奶 桃米水 柠檬汁 任何食物都不要往脸上磨 误区4 洗面奶泡沫越多越好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有这样一种说法 洗面奶的泡沫越多 清洁能力越强 买洗面奶 要买泡沫丰富的 别乱买 泡沫多的洗面奶 确实一般会洗得更干净 但用什么洗面奶好 不能只看清洁力 最关键的要看肤质 油性皮肤的人 比较适合用泡沫多的洗面奶 洗得干净还舒服 但干性皮肤或敏感性皮肤的人 本来就没有多少油脂要洗 用泡沫多的洗面奶 反而会造成过度清洁 使皮肤紧绷 不是 握去五 用盐或白糖搓能去黑头 竟然还有这样一种貌似有道理的说法 用盐或白糖 在鼻子上揉搓按摩 能把黑头搓出来 快助手 盐和白糖 颗粒大小不均匀 在摩擦皮肤的过程中 很容易化出一些微小的伤口 经常使用会破坏皮肤屏障 让皮肤变薄变敏感 摩擦一时爽 皮肤受损就真的很痛了 误区六 用毛巾搓洗效果好 不知道从哪里又冒出这样一种说法 用手洗脸太温柔 脏东西搓不下来 用毛巾搓衣搓洗得更干净 快助手 脸可不是胳膊肘 受不了大力气的拉扯揉搓 总是用毛巾搓脸 时间长了 皮肤会越来越薄 越来越敏感 特别是颧骨这种比较突出的部位 很可能会出现刺痛 甚至长色斑 同样的 各种洗脸海绵 洗脸刷等通过摩擦的方式来清洁的洁面工具 也不要经常用 误区七 洗完脸自然风干更保湿又又又 这样一种貌似有道理的说法 自然风干能让水分在脸上呆的时间更长一些 更加补水保湿 快去擦脸 水分缓慢蒸发 会让脸变得更干燥 风干时 水分蒸发会带走热量 降低温度 刺激皮肤血管收缩 使血液流动减慢 皮肤得到的供氧减少 会越来越干燥 误区八 频繁进行深层清洁 又又又 有这样一种貌似有道理的说法 洗面奶和水只能清洗表面 只有深层清洁 才能真正把毛孔深处洗干净 快助手 我们的皮肤有生长 衰老的周期 老化的角质层会自然脱落 大多数人的皮肤都挺健康的 并不需要所谓的深层清洁 如果皮肤粗糙 一周做一次曲角质就可以了 如果过于频繁的使用磨砂膏 撕拉面膜等深度清洁产品 反而会破坏正常的角质层 损伤皮肤 特别是干性皮肤和敏感性皮肤的人 深层清洁产品 用不好 很可能就是回脸了 以上这八个误区 你是不是也被坑过 很多人在这些误区的指导下 把脸洗了一遍又一遍 清洁产品 清洁工具 买了一个又一个 但皮肤却越细越薄 越细越痛 放过你的脸吧 洗脸确实有讲究 但真的没这么复杂 你应该这样做 图片来源 丁香医生设计团队 爱美之心人人有 但如果听信了不靠谱的说法 过度追求洗干净导致皮肤受损 刺痛 洗皮 红血丝都是轻的 万一摩擦摩擦 变成了敏感性皮肤 那真的是哭都来不及 想拥有健康的皮肤 从正确洗脸做起吧 责任编辑 and封面图来源 123rf.com.cn正版图片 酷快点学起来 好好洗脸 看完记得分享图片来源 giphy.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